炸到金黄酥脆的猪排起锅快速切块 再放到便当内铺得满满满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我跟我老公研究 研究大概是快三四年 三四年的研究 不是医师研究是成功 研究也蛮久的 找到的分享这道高雄独特美食 豆乳猪食和老公长时间研发的成果 不过如今却传出另一家店 疑似盗取独门料理秘方争议 而闹上法庭 我不喜欢人家拿我的东西去做生意 但是我们辛苦研究出来 原来高雄三名这间便当店 因为自己研发的豆乳猪 神明大造成为排队名店 而张兴业者开业一年后 想要以一百万元盘让 杨兴业者得知后主动接洽收购 却被控诉在拿到独门密发后反悔 不但一毛钱都没有付 还到凤山区开店贩卖相同平民的餐点 让张男气得一状告上法院 而法官一审判决 杨女需要赔偿 五十一万元 他只叫我做一些打饭菜 切东西 这应该随便一个打工都会了吧 我就觉得我花这一百万 根本就不值啊 所以我后来就不盘了 他就一直去跟法官讲说 他有传档案给我了 那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没有学过餐 你只看了一个东西 你就会了吗 官司禅颂 长达将近两年 判决结果出炉 杨小姐强调自己的委屈 表达会再提上诉 是否有窃取秘方疑云成了罗生门 双方持续各说各话 金新闻黄云庭阳事务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计则打赞 计划 感谢观看